第一次跨界打造机上请聚 这套羽绒套件组代表宽婷 夺下了2016国际空瓶奖 Onboard Hospitality Awards 最佳机上请聚首奖 名副其实的台湾骄傲 其实是陈静宽咬着牙接下的硬仗 托家庭零售挑战飞机上的请聚 其实要讲究的细节多如牛毛 简直像完全不同领域 光是选用哪种纺织品 就是门大学问 陈静宽让团队足足试了两年 淘汰上百种布料和织法 最后才决定以这套羽绒套件迎战 这一款东西它已经给客人两年 然后空瓶部门的人洗涤部门的人 洗了以后再VACUUM 再放回去再压缩再放回去再用 这样两年喔 压缩使用压缩使用 还没有一套被淘汰的 谢谢大家